新北儿童卡 赞 小朋友们满脸兴奋逼近捷运站 不过仔细看 这一张张蓝色悠悠卡 可是新北市六到十二岁学童专用 达成票价只要普通成人的一半 一百或两百 那可以用多久 大概三到四个礼拜吧 哪一家优惠特点来说最划算 新北博物馆 黄金博物馆 陶瓷博物馆 十三博物馆 除了北捷四折优惠 搭乘高捷 火车公车一律半价 甚至参观新北市任何博物馆 也能免费入场 由吉米特别绘制的新北市儿童卡 3月1号正式上路 交给学校统一发籍 预估超过19万名学童受惠 今天是涉及在新北市 但是在外县市就读的话 可以到区公所这边去做申请 在当年度的10月份之后 这张卡就自然转成普通卡 我们目的就是希望 让家长的负担能够减少 也鼓励我们的孩子 多多搭乘我们大众运输的工具 鼓励搭乘大众交通工具 北市也有新作为 即去年推广周五绿色运输日 搭公车捷运 每五次就送一点红利 还能直接换成除职金 今年更扩大办理 邀请全台湾民众一同响应 不管是捷运公车Q百分 使用这些公共运输 一方面可以减少公务 一方面也可以有助于改善 整个道路的交通 无论是几点还是给予票价优惠 双北难得同调 无非希望都市交通与环境 能尽快改善 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